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服装店呢 这个服装店呢叫做屋顶 应该算是非洲的一个年售品牌吧 它这边呢主要是卖布的 整个服装店呢还是蛮大的 基本上来这边选购的也是非洲的当地 比较有钱一点的人 属于中上阶层吧 像他们这个非洲呢 尤其是在西非啊 就这个布做的衣服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就像这种花花的衣服 要补了他们的审美 这个是一个衬衫 对 我们看一下它价格多少钱 17,500 大概是200块钱吧 就之前小钟老是穿那种衬衫 就是这种布做的 这还有裤子 你看这个比一下 这个颜色 先这样比一下就觉得怎么样 好花呀 太花了是吧 我觉得裤子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浅色调 这边是长较 对 它这个衣服的话 大部分的一个色调啊什么的 都是根据它的一个品牌的色调来设计 小钟需要和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布啊 它的质地有一些硬 嗯 就是类似于咱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形式 蜡布 对 有点像蜡布 刚开始穿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硬 你穿时间越长的话它会越顺 越软 要不我试一下这个 可爱啊 像他们这个收银台也都是 比较现代化的 不像我们平时去市场看的这种 这就是他们的店员 你看他们的衣服也都是这个店的 对 这一套搭的很好看 这个 可以试一下 这个裤子也挺好看的 主要是这个模特的身材很好 没有 它只有这个 我试下来的 都是M 这个 最短的 短袖 谢谢 这里还有其他的 其实我觉得非洲人啊 你说他们的肤色真的是适合一切颜色 我觉得你不用脱掉里面的吗 我认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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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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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认试一下 你认试一下 有很多店员 有很多店员 在Africa 对 因为我们在 Lom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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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iger L Côte d'Ivoire Côte d'Ivoire LKONGO LKONGO Lkong Shiva Lomé Lil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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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 الس Lilisco F Warm 我们在买的鱼 然后它比买的更高 但是鱼的鱼的鱼 更是阿菲的更是风格 对,风格 我们来看看 试一下这个吧 这个好像就没有刚刚那个厌 可能有点 加上你这个裤子也很粗 所以必须得反差要大一点 对 那我试一下裤子吧 这些是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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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我的纸巾的裤子 因为我可能看起来比较小 它力度比较大 这个店员正在帮Niki选 Calamet OK 试一下吧 马达姆穿的就是你选的那件 但它好像有点胖 而且它还有弄的个小 就他们这个私衣间也挺干净的 这边是女士私衣间 然后这边是蓝式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一个海报 就当地人穿的这些衣服 上面写的是新货 对新款 这个是他们的博特展示 产品展示 挺好看的 裤子很好看 因为他们非洲女性的一个 臀部比较大 矿骨也比较大 所以可能设计的时候 这个矿骨 这两边裤缝就很宽 衣服不是很好看 那你挑一个衣服 它的裤子是从后面开封的 对啊 好有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一些 这个好像是小西装外套 这个是不是要拿 对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多少钱 这个 这个17,500 200多块钱吧 行 这个拿来 像小西装的版本 这个裙子都好大呀 他们这个尺寸都是偏大的那种 太大了 还没得选啊 我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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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裤子是 原来他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小 暗藏 罗尼啊 要不咱们就穿上这个吧 你就穿上这个 我们让店员帮我们拍一下照 没有这样 那我们现在要复卡去了 先是要穿着走还是什么 你还要不要拿个裤子 不要了 一会可以穿着去吃 冰淇淋 这个小哥也挺热情的 看到我们也不厌其烦哈 这个好粉啊 很好看 你比一下 你看他们的生产 是到我这里 这是小 小意思 小意思 是小 小意思 是小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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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用银行卡支付 是不是有优惠啊 没有吧 负付现金吧 4万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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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帐买一下五百多块钱 对 小宗终于当家做主 当主人了 如果我们做负责 我们得购买 负责 有一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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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个负责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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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共消费了 4万2元 大概人民币的话 500块钱 这个很潮耶 就是在贝宁啊 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人 还是蛮不错的 好像比多哥要善良 外国人来拍照啊 或者是问他们什么东西 都很热情 都很乐意去回答 就不像多哥就是 感觉你要来探我的商业机密 我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这样 就贝宁这方面 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也是我们一次 比较愉快的购物体验 像非洲的这样的一个 传统的腊人布衣服呢 我们也比较喜欢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别忘了给小宗点赞 关注加转发哦